我們看第一題 他說圓柱形的玻璃杯 內剩滿某液體 玻璃杯的折射率跟液體的折射率一樣 所以可以把它看成玻璃跟液體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完全一樣的介質 他說折射率都是等於根號2 液體折射率是根號2 這是N 等於根號2 然後他說一線形千尺光源 這個光源是一條直線 緊貼著杯的內壁而以杯等高 然後光這樣射出去 折射圓柱面可透光部分的面積 他問這個可透光部分的面積 他比上整個面積 這個就相當的 你就把這個什麼 把它切片 切成一片一片的 那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裡的話就是點光源 就是現在我們把這個立結問題看成是平面的問題 那這點光源這樣射出去 看能夠射出去的那個面積 浮長 它的浮長是全部的解溫之幾 就等於這個面積的解溫之幾 所以等於是這個題目 轉化成這個題目 那我們現在來算什麼 算說一個點光源 在一個圓形的這個邊緣上面 那點光源射出去的時候 然後它能夠透光的浮長是多少 透光的浮長佔全部遠的幾分之幾 好 那現在我們這個怎麼做 首先這個是圓形 這個路射角 我們知道說這是路射角 這心達的話 當你什麼 當你越靠近什麼 當你越靠近這個光源的時候 這個路射角應該就越小 為什麼 因為當我把 應該越大 為什麼 當這一點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路射角就是零度 所以你越過來的話 這個路射角就越大 我們知道這個 路射角越大的話 越容易產生旋轉色 就是說只要你心達 路射角大於心達西的時候 就會產生旋轉色 那這裡的路射角會小 然後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說 我們找那個路射角的地方 路射角是臨界角的地方 假設這個路射角是臨界角 往西達西 那往上的路射角都是小於西達西 往下的路射角都是大於西達西 所以往下就不會透光 往上會透光 所以我們就算出西達西來 然後來找它對應的虎彩 這個西達西等於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界值 這個液體 液體跟玻璃的界值 它折射就是跟它歐門 所以它的臨界角是多少 3C-C 等於N1 這等於跟它歐門 所以這臨界角 C-C是等於45度 這45度 那如果是45度 等於是水平線 這45度的話 等於是水平線 這45度的話 等於是水平線 如果這45度的話水平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如果畫下來的話 這是牽直線 這是水平線 這是切線 那這裡45度的話 這裡也是45度 當然這裡也會是45度 所以是水平線 這個是左右對上 所以這裡水平線 這裡水也是水平線 也就是光往上的話 它會透光 往下不會透光 所以它透光面積就是這一段 當然它是立體 你把它看成是那個 這二度的話 就變了 它的透光面積 比上全部的面積 就等於這一段 胡長 比上全部的胡長 那這一段的胡長 比上全部的胡長 就是50% 所以答案是50% 透光面積的話 是全部面積的50% 所以答案的話 是選C-50%